您覺得您看得懂嗎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二頁刊物遭踢爆說封面的 疼 碼 四點變成一條線 還有內頁的愛 沒有心 心去哪裡了 有愛沒心 用的都是簡體字 民眾也說 有點看不懂 有些人看得懂 但有些人看不太習慣 應該要用繁體字來才對 文化局怎麼回應呢 先帶您來聽聽 來到高雄捷運站 免費書籍架上 可以看到各種書籍 其中這一本文化局的二月刊物 紅色封面喜氣洋洋 還有牛年插圖 介紹高雄的文化活動 但卻被發現 國民黨政策會專員 呂慶偉臉書PO文 高雄市文化局刊物 使用簡體字 指的是內頁介紹春節活動 愛情牛的愛少了心 繁體的愛才有心 算高雄市政府 有愛無心沒關係 只要奪權上位就好 不必真心愛高雄嗎 繁體字就好 因為不是大陸的 會寫這樣子讓我們看不到 應該說它是一個圖像的表現 但是我們在內頁的文字 這個就是文字 文化局澄清 有愛無心是古字設計 非簡體字 但呂慶偉在PO文打臉 封面的藤字也有問題 繁體的藤 碼字下面四點非一條線 說這是不折不扣的簡體字 轟高雄市政府說謊 也質疑民進黨立委劉思芳曾經修理韓市府 大馬路上的帶轉區用的是日本簡體字 還算還我繁體字 如今卻沒人說話被質疑雙重標準 聽起來是有這麼一點的 文化局希望外界尊重不一樣的政治意識形態 也尊重不一樣的藝術圖像表現 但未來會在尊重設計前提下 审慎溝通避免類似爭議再發生 記者吳征王書宏 高雄島 好 以上來網友點點名 網友邱明正說銀秀會上蠟網報嗎 今天不會喔 回答您 還有網友李寶兒說 正能量手板來報到了 哈囉寶兒 歡迎您來報到 螃蟹秀秀一直在喔 一直在等你來喔 另外還要來看 網友真會勤刷了一排銀秀的二月份貼圖 樂樂樂樂樂 祝大家天天快樂 還有網友呂秀美說秀秀加油 謝謝秀美加油 也希望你一整天都加油 還有網友KJ Lim 他說秀秀IG用來看小鮮肉照片 沒有喔 我是無辜的 我根本沒有在用IG 我只是申請了 但完全沒在動 都有在用的是臉書的粉絲團好不好 有加的話 歡迎去加搜尋留言秀 同時還來看網友 網友柯文華他說 我有加秀秀 秀秀有 好 謝謝文華支持 加我的臉書粉絲團 我的IG是沒在用的 如果有看到有人在動的話 那個就是假秀秀 不是真的 另外同時來看看網友的回答留言 陳一平還有谷寶貴 還有鄭惠琴也還在刷一排螃蟹 還有金坤靜恩 也刷了螃蟹來加入 另外來看看網友 吳燦青認為高雄市府鬼扯 不過其實這回高雄月刊出現了簡體字的事件 你覺得是不是在鬼扯 如果你跟燦青一樣的想法 刷加一告訴營秀 如果不同想法刷加二留言告訴我 現在民進黨執政的高雄市府被打臉 這事情看在錢 就紐西蘭大使眼中全部都是因為 民進黨政府在推動仇衷 但你來聽聽他最新說法 基本上不是必也不是去衷 他是要仇衷 他是為了推動他的台獨 因為台獨是我想民進黨的黨綱裡寫的 他要看這個環境許不許可 現在民進黨認為他是政權一把抓 而且連我們的媒體 都變成民進黨的宣傳的 大部分媒體都是宣傳政策的 所以在這個情勢之下 他要抓住各種的機會來仇衷 這些雙標 這些做法 別人可以 他 別人不可以 他可以 這個是民進黨他自從成立黨以來 就是這樣子 現在他更要掰 為什麼這麼要掰 因為他現在大權在握 現在不要說三權分立沒有 我們連行政充立也沒有 現在我們還有什麼 我們幾十年還奠定了一個民主 一個現代化的政治體制 在民進黨短短的四年間 把它摧毀殆盡 我們現在國家 你說民主嗎 有民進黨這種政府這種作風 還有什麼民主 然後我們有什麼 我們什麼有公理正義 所有的事情 民進黨做的都算對 對不對 國民黨做 其他人做都算錯 現在他們你看 教壞我們這個社會 而且他們現在民進黨的黨功 形成一個民進黨的文化 不管是執政的或執政的怎麼樣 他形成一個文化 每個都生了一張利嘴 什麼事情 他都亂扯亂弄 然後最後我們現在都發覺 他做可以 別人做不行 這個叫什麼一個有 這難道是一個進步社會 應該有的嗎 這是民進黨執政 要讓我們的台灣社會 走向這樣子的風氣嗎